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哪张面目全非的脸藏起来 随后她从登陆车的残骸中取下材料 为波顿的尸体打造了一架滑锹 拖着同伴的尸体 戴上在事故中幸存下来的两罐备用氧气瓶 马莎出发了 她必须在40小时内氧气耗尽前 赶回45英里外的着陆器中 出于人道主义 马莎无法把波顿留在陌生的星球 可她带着尸体这项善意的举动 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诡异经历 走在坚硬冰冷的硫磺平原上 马莎的无线电突然响起 惊吓之余 马莎立刻关闭着无线电 但那声音又再次响起 很快 马莎就发现 她讲话引用诗歌的习惯 见于死去的波顿一样 卑视的时间不留给马莎探视真相的余地 她只能暗示自己出现的幻觉 继续朝目的地走去 一路上 电子女生像一个近日的导游一般 介绍马莎来到的每一处景点 她们走过盛开硫磺新发的沿野 穿越半影朦胧的火山柱群 被抵抗困盾乏累 马莎注射了一针脱亚麻黄剪 兴奋剂让她精力充沛的同时 也使眼前的石堆化作一群跳舞的女人 最后 在一座近六米高的巨石前 马莎停下了脚步 在她短暂休息时 电子女生道出了自己存在的原因 不过 马莎首先要解开一道谜题 已知 木卫一哀傲是最靠近木星的卫星 在被木星潮汐锁定的同时 木卫一还与其他卫星轨道共振 转了一圈 也就是说 木卫一每攻转到第四周时 就会与木卫二 木卫三乘一直线 因此 在木星及其他卫星的引力拉扯下 木卫一的运行轨道变成了椭圆形 当木卫一靠近木星时 它会被紧扬 而木卫一远离木星时 压力则会减弱 在不断的拉扯下 木卫一产生了巨大的热量 这被称为潮汐加热 潮汐加热过程融化了它的地脉与地核 由于艾奥星是一颗富含硫元素 铁质核心的卫星 因此 它的地表下成为硫磺的海洋 最终 由于其内部无法消耗这么多热量 木卫一只能通过火山喷发 释放热量 这也是其火山活动频繁的根源 在木星及其磁场的复杂影响之下 木卫一迸发的二氧化硫 大约以每秒一吨的速度泄露出去 形成一个巨大的挡离子体环 绕木星运行 电子女生的问题便是 综合以上信息 木卫一听起来像什么 马莎烧加厮索便得出答案 像机器 木卫一的潮气加热过程 不正向发动机 利用油燃烧带来的高压气体 推动活塞 对外做工吗 艾奥告诉马莎 她是艾奥的创造者 在人类创生之日 自己被能活动的智能有机体创造出来 而马莎正是能活动的智能有机体 就在两人对话时 马莎的眼前突然出现一批通体苍白 犹如鬼魅的白马 在平原上飞奔 马莎起了几眼睛 等她再次征免时 白马不见了 那是一个幻想 就如艾奥的声音一样 然而 即将遭遇的困境 却让马莎再也无法忽视 那道声音的存在 经过长途把射 马莎悲哀地发现自己走入了一个死胡同 眼前是一片长达12英里的硫磺壶 剩余的氧气 绝成不到 它绕路抵达着陆器 马莎的心中充满绝望 在他们第一次 通过伽利略号木星探测记 对木卫一进行环绕时 就为这片无命的名 可那时马莎并不关心 她只渴望成为第一批登陆队员 一直以来 在所有的比赛中 马莎都在为超越第二名而拼命 就这一次 她想成为尼尔·阿姆斯特朗 在疲累与懊悔当中 马莎陷入了沉睡 无线电中传来的声音唤醒了马莎 她的眼前传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只见有黑的红薄边缘 有白色的覆盖物向外膨胀起来 喷射出无数晶体不断生长 最后一道白色的桥伸展出去 直通对岸 马莎被惊得哑口无言 她顺着这座哀傲变出的桥 跨过了湖 通过硫磺湖 马莎进入一片盛开晶体鲜花的山坡 忽视头盔面板的警告 她再次注射兴奋剂 在药物的作用下 马莎想到一个可以测试I-O的方法 I-O曾说过 硫磺有静电 也就是说 它是某种可被物理检测的电子现象 于是 马莎只是头盔 为她显示硫磺平原中的第二个效果 就见 大地忽然迸发出新镜般的色彩 散发着灰光的线条 描绘出电子场的脉络 仿佛是思维化作了影像 如霓虹灯 裹在二氧化流里的头部 则明如太阳 硫磺有静电 这意味着 它受摩擦就会生成电厂 波顿的滑敲 始终与I-O的硫磺地面保持畅通 具有超低温导电性的二氧化流 使其头颅上的窟窿 成为连通她大脑的高速路 现在有了物理基础 马莎大胆假设 I-O是一部机器 一个静电式的外星设备 那么 她也许真的可以与I-O沟通 于是 马莎请求I-O 把她送到着陆器那里 或者提供更多的氧气 但很可惜 I-O只回复了一句诗歌 便再无反应 幸好 马莎已走过大半路程 然而就在最后的三英里 意外发生了 直听 无线电里传来一声 做好 准备 幻影刚落 脚下的地面忽然剧烈颤动 将马莎先奔在地 带震动结束 她面前的大地一片狼藉 着陆器也四分五裂 末卫一的火山活动 毁了马莎获救的唯一希望 就在马莎走投无路之际 I-O竟提出 她可以帮助马莎 获得永恒的生命 在I-O的引领下 马莎还到火山口边缘 只要把身体 投入到岩浆当中 I-O就会吸收掉 她的肉体 复制她的神经系统模式 并据此塑造一种 全新的生命 面对滚烫的岩浆 马莎提出一项交易 我是马莎吉威尔森 在I-O心上讲话 我们有了一个 重大的发现 百万马特级的电力 开始发爆 它通过太阳系 从每一频段的广播信号 淹没了地球上 每一台收音机 将末一存在一指 这个人类学生 最伟大的发现 公之于众后 马莎将波顿 围入岩浆之中 也许 所有这一切 只不过是一个幻觉 是她死亡之前 一场宏伟的梦 不管真相如何 她都别无选择 只有一种方法 去探探究竟 马莎纵身一跃 有那么一瞬 她在飞翔